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希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 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子熙老师 王老师您好 丁老师好 王老师现在是吃杏的好时节 你看大大小小的杏都给你摘了 尝一尝 这个我先尝一个 你先尝小的 然后再尝大的 你再尝尝那个大个的 这个小杏味道很好 小杏味道足一点 但大杏的口感好 大杏比较过瘾 是吧 那小杏啊 它的这个精华都在这个杏盒里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发明项目特别有意思 是专门要开杏盒的设备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创意呢 咱们边吃边聊 杏盒为山性的干燥种子 我们通常食用的是杏盒内的种人 也就是杏仁 杏仁营养价值高 深受人们喜爱 河北张家口的郁县 就根据当地独特的地理条件 气候条件 大力发展杏盒产业 是中国人用性产区之一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郁县 被当地一家卖杏盒的小店吸引了过去 您好 您好 看您在这儿 看了很久是专门买杏盒了吗 我看看还没有 经常买 我能够客的 够客 多少时间买一次呀 差不多是三五天吧 三五天 一次能称多少斤 那我十五斤了 十五斤 这还能好吃的 好吃 尝尝 总是皮本了 给我小时候幸福 给我做美的 您是觉得哪好了 它这个皮还贝尘也好 Q1还贝尘 Q1还贝尘 皮薄 味好 口也好开 这嘴里的味道 嗅 味道好 Q1还贝变得不能肥死 你看多了点 多了点 姐 你也是专门来买杏盒的吗 我还有他的老顾客了 老顾客 您多少时间来买一次 三五天的 三五天买一次 一次能称多少 看来倒不进了 小小的杏盒销售店 生意竟然这么好 每个过来的顾客 手中至少都会带走 二三斤杏盒 也给出皮薄胃好 口好开的评价 究竟什么原因 让这家杏盒店 生意这么好呢 老板这生意很好呀 我将这复合吃 好吃 到时候都过来 一天大家能卖多少斤 能买到二百多斤 二百多斤这么多 那您这么 都是自己加工吗 自己加工的 那您能带我看一看 您加工的过程 我特好听 加工的是什么样子的呀 行 在这时候让他过冒 太忙了 行 给咱们下了 我带你过去看 好嘞好嘞 那您先忙完带我看看 好 您忙 这家店的老板梁师傅 是当地出名的杏盒零售商 做零售之余 也会自己加工杏盒 记者坚信 在梁师傅的加工厂 一定能找见 杏盒生意火爆的秘密 老板看您忙得差不多了 咱们去带我看您的制作流程呗 好嘞 那咱走 行行 走从这边 忙过了杏盒售卖的高峰期 记者跟随梁师傅 来到了他的杏盒加工厂 记者同时我梁 你看一看 杏盒怎么加工的 对 现在是这是个筛选机 筛选的 筛选的 这头一般大 它筛出来好糟 能破口 这都是一样大小的杏盒筛出来了吗 对 梁师傅告诉记者 杏盒加工的第一步 是给杏盒筛选 为了杏盒能够个头整齐划衣 利于销售 筛选机 要将宽度一样大的杏盒 统一筛选出来 筛完了之后 这杏盒干嘛呀 这里开始扎头 把它扎破 扎破一个头 敲开对吗 对 哎呀 为什么要把这杏盒敲开呀 可以做到它 像一尾 入味是吗 嗯 入味 那敲完了这些杏盒 下一步是做什么 下一步咱们 搁过来煮 把那个 对 那个调料 调料水 烧开 里边 你看这个 哦 嗯 这个就是最起来煮的杏盒 对 哦 嗯 这锅呢 煮好 再干那个 放到锅呢再炒 哦 这里面是加了调料吗 对 花椒 大料 椒 嗯 那开了口的杏盒 是为了让它 就根本地煮 香味 哎 入味 让它入味 对 煮完了之后呢 咱们叫它 叭干叭消 炒一下 通过梁师傅的介绍 记者了解到杏盒加工 主要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筛选杏盒 然后给杏盒开口 之后将开好口的杏盒 煮熟并调味 最后一步是将杏盒炒制 然后晾筛 师傅我这看了这一圈 杏盒加工的这个过程 觉得给杏盒加工中 这个杏盒开口是最费劲的 对对对 这个幸福开口 嗯 让工作 它比这辛苦 很辛苦是吧 对 我能试一试吗 那你体验一下 怎么样 哎 好嘞 这个姐姐您教我一下吧 这个把这个姜朝外 朝外上 对对对 然后这两个拇指和食指 像这样 将拇指食指之间 在这个尖着 这样啊 慢点 哎呀 我咋敲不开吗 慢一点 我敲几下 开了吗 开了 开了 把这个杏盒砸一下 听到有清脆的声音 有一个小份 这就算合格了 煮的时候容易入味 我再试一刻啊 嗯 但我敲的时候 怕敲到我手 嗯 你慢点 敲的时候往外一点 往外一点 它又敲不到了 你直接扛到这边 所以说它很难 很不容易 是吧 我怕敲到我手还 嗯 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绵了 难绵 这个是开了吗 开了 这是砸烂了 这是已经 哦 一小时一掰给掰开了 对 就是 那这个煮的话还可以吗 煮不累了 就不行了 就不能煮了 不能煮了 为什么不能煮呀 煮的时候就不好吃了 不好吃了 就是这个煮就太咸了 它就做烂了 它那总是开这么些壳 有一个小缝 它就能煮开开 就能煮 就能煮 就煮这边太早了 师傅告诉记者 别小看了这杏盒开口的工作 只有当外壳不破碎 有明显裂缝的情况下 才能使杏仁儿在炒制时更加入味 且保持杏仁儿的脆度 看着简单做起来也特别的难 挺难的 虽然做起来 我质量做得不如您好 但是我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那当然还得熟量功了 不行咱们就试一试比一比 这个怎么跟你比 咱一分钟看看 谁找的比较多 一分钟之内 对 我觉得我不一定会比您少 咱俩试试呗 试试吧 相比较人工师傅 记者给杏盒开口的质量 确实逊色不少 那在杏盒敲击的速度上 记者会不会扳回一局呢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先清一下 把上面的那个先清一下 然后我们就一分钟之内 看谁砸得比较多 可以可以 那咱们砸好了呢 就放这个石头上 好不好 那个师傅麻烦您帮我们 记下十分 好 您说开始 我们俩就同时开始 好吧 开始 随着梁师傅一声令下 记者和人工队大姐同时开始 但一开始 记者这边就出了点小状况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刚才蹭了一下 所以说这个也特别不容易 对 有点蹭了一点点 当然还是要慢一点 小心一点 记者忙中出乱 不小心砸到了手 记者原本就觉得 给杏盒开口很吃力 这会儿更加着急了 快找 这家都关了 到了 快到时间了 我又砸了一会儿就快到了 停 时间到 这就结束了 结束了 感觉差距还挺明显的 当然了 我都干好了好多年了 刚开始谁都干得不多 慢慢时间长了 就稍微的多一点 但是它也特别难 能感觉说您比我 这个效率和质量 都会好很多 对 那我感觉到这个 砸这个很辛苦 而且就是砸的速度也很慢 为什么咱们不用机器呢 机器化生产多好 现在他们有了机器 有机器 咱们没用过 没用过呢 没用过 乡亲们常年累月 都是手工开口杏盒 对于记者提出的 机器给杏盒开口 梁师傅并不太相信 我带你看一看 行 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样 好嘞 梁师傅表示 确实有一位村民 做了一台机器 可是自己并不太相信 记者请梁师傅 带自己去看一看 您说发明杏盒开口机的人 在哪呢 就在这个村了 咱们看一看 这个村里面 那不说 小狗 来 出来出来 先不用干活 这位是发明机器的吗 这就是那个发明机器的 您好 发明人古建才 发明项目 杏盒开口机 古建才 张家口遇见人 出生在 人用杏之乡的他 自小就与杏子 有着不解之远 家里世世代代 以种植杏子为生 受当地杏文化和家族的影响 古建才对于杏树的生长 和杏盒的加工 都了如指掌 当看到乡亲们 在开杏盒 非常艰辛时 古建才决定 研发一台 给杏盒开口的机器 来帮助大家 记者跟着来到古师傅家 古师傅搬出来机器 说干就干 古师傅去找来了杏盒 准备给记者掩饰一下 杏盒现在你拿来了是吗 对 我这看着您这上面 这零件还挺多的 这个是干嘛的呀 这个就是这个电机 带动这个走转 这个走 把这个东西能缩小 然后把杏盒开开的 古建才发明的杏盒开口机 主要由电机 主轴 旋转的扇形波片 钳子组成 首先电机带动主轴旋转 主轴上的扇形波片 推动挤压钳子 然后人手动将杏盒 放到钳子的挤压部位 杏盒被挤压开口 梁师傅您觉得 这个机器怎么样呀 我再试试吧 看一看 您试试 这个怎么样呢 它是个太人写 你看 人工做好 这个也夹不动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您觉得还不可以 不可以 还不如咱们人工砸的 这砸不动 它这个开口 要危险 开口开不了 有的开得太大 这加烂了 这还是几颗 这几颗 这个是夹烂了 是吗 这个死不低了 这个咋没开口 就是一个开了 这一个是正常的 对 半自动的机器 需要人手工将杏盒 一颗颗放到夹子上 危险系数很高 而且杏盒放置位置 要极为准确 才能将杏盒夹开 杨师傅对机器 很不满意 不行 确实是没法死活 顶不住咱们那个 手工砸的 还危险 这个东西 你手抓好 太危险这个 干嘛呢 这个 你干嘛呢 地理活干完了吗 现在这个时候回家 爸爸整了 你把这机器扔了吗 还在鼓到这个 当时整个 跟爸爸吵架的 你还惹他生气啊 采访进行到一半 被突然进来的大姐打断 这位一进来 就对鼓师傅 大发雷霆的大姐 是谁呢 我是他姐 我刚才听您 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感觉您好像不太支持 这个他研发这个机器 是啊 他那个学习文化 程度又不是那么高 那个完了 因为那个做这个 还和我爸吵了一架 吵得我爸他都生病了 完了家里不是太支持 他在干这个嘛 地理的活都 都没能干的 古师傅 测试的失败 再加上姐姐的指责 古师傅脸面挂不住了 一气之下离开了家 其实 古建才也能理解 姐姐的心情 家里经济条件 本就不好 研发机器 需要投入不少资金 如果自己一味坚持 无疑是给 本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但机器如果研发成功 定能改善家里经济条件 同时也能帮助乡亲们 解决 信和开口的难题 王老师 你看这个机器 现在还处于一个 半自动的状态 还需要人工 一个一个放进去 那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 没错 因为这个虽然包信仁这个环节 看着很简单 人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动作工序还是蛮多的 用机器来做的话 如果不能够连续地运行 那就会影响生产效率 就像这个白银盒一样 它要把这些整个工序 就是做好一个编码 然后让它 就是能够自动的 有序的 那么这个编码呢 可以用这个机械传送的方式 让它一个有顺序的 协调的一块来工作 也可以用一些 电器控制的方式 就是加一些传感器 加一些这个控制器 来去让它能够协调的 按照这个就像放音乐一样 按照这个固定的这种节拍 来去完成动作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发明人如何改进 但是该如何改进呢 家中的一个八音盒 引起了骨剑材的注意 骨剑材发现 八音盒用动力 带动表面凸起的音筒 匀速转动 凸起错落分布 当音筒转动时 凸起会按照时间顺序 依次拨动黄片 完成一段完整的旋律 那么机器是否也能 参照这种音筒设计 完整地设计出一套 信和开口的程序呢 老师傅您好 听说您这边机器改进好了 改进好了 这个就是您新改进的机器吗 跟之前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呀 这个带了一个特别大的斗子 不一样了 现在全自动了 以前是半自动的 查好电源 机器开始运作 把信和放在这里面 然后你看哦 这个电机带动这个左斗段 属轴带动这个 带动这个偏龙 带动这个偏心锤 把这个信和 从这个斗子里边 一粒一粒取出来 新一代机器 增加了两个偏心锤 和一个凸轮 肘间第一个偏心锤通过转动 将信和从桶里 一粒粒取出 然后下一个偏心锤 将信和推送到开口器 最后 突轮对信和进行挤压开口 新机器的主轴上 错落分布的两个偏心锤 和一个突轮 顺序工作 依次完成取核 推送开口的工作 这正是模仿了 八音盒连续性工作的 机械结构 来完成信和的开口工作 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拿着灯子 它灯子 咱们试试这个能不能开壳 试一下吧 只能 对 你往里面放一下 看看它能不能开口成功 记者带的山针子 跟信和有些类似 也需要开口 机器真能像谷师傅说的那样 能够自动开口吗 谷师傅将山针子放入机器 来 接几个看看 好累 我接了几颗 再看一下吧 看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挺好 你看 开开了一下 就开 开开成功了吧 开开成功了 这个呢 成功的是吧 成功了 好 那说明开得还不错 您这个机器本来是 专门给信和开口 那信和效果怎么样 试试包 山针子的测试 机器顺利完成 趁热打铁 记者提出 用信和来测试 机器还能顺利开口吗 刀上了 开动吧 行 这个是已经开始在运作了是吗 对 信和开口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接几个信和看看 嗯 好的 我切了这几个信和 咱们看一下 先看这个信和开口效果怎么样 开口了吧 挺好 挺好 然后第二颗呢 第二颗 也是可以的 也挺好 第三颗也没有问题感觉 没问题 是不是您这机器改进的还可以 嗯 行了 杏和还有针子开口效果都不错 嗯 是吧 嗯 那要不要把这个 您这个机器改进成功的这个消息 告诉一下梁师傅呢 直接拉回去找它就好 直接把机器拉回去 嗯 行 杏和的测试和山针子的测试顺利完成 兴奋不已的谷师傅 打算拉着机器去找梁师傅 打算让他看看 这个机器如何 梁师傅 哎 机器修好了 我又来了 上车那个不怎么好用 这个行吧 行啊 现在点击好了 那不整个工具和你底下吧 没问题 嗯 乱乱来 您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嗯 干了四五年了 那您一个小时 开这个杏盆能开多少斤呢 嗯 一个小时差不多两三斤吧 两三斤算一个正常的水平吧 对对对 一个正常的 嗯 那您机器 嗯 两三斤一个小时开完的话 能开完吗 能开完 可以 嗯 那要不咱就这么规定一下 嗯 双方各三斤的杏盒 然后看哪方先把它开口完成 哪方算获胜 质量要达标 好 可以吗 可以 一斤杏盒的数量有四百个 三斤杏盒就达到了一千两百个 可以 有信心吗 有 您这点同意 行行行 好 那咱双方准备一下 一会儿开始比赛 定好比赛规则 双方准备就绪 机器队和人工队 马上进入备战状态 双方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行 您这边有信心吗 有 加运 在这边赶 赶快赶 好吧 您这边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能赢吧 很能赢 肯定能赢 咱们这边的杏盒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边都是各三斤的杏盒 各三斤杏盒 咱上下秤 秤一秤 行 公平起见 这个是三斤吗 您说的 也是三斤 放到上面看看是 具体多少 1.5公斤 1.5公斤 这个是去完皮之后的 对对 1.5也就是三斤 来 另一个 放上试试 这个也是去完皮之后 也是1.5公斤 也就是三斤 三斤 对不对 好嘞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听我口令 比赛开始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 人工的师傅经验丰富 对于比赛 他信心满满 干劲十足 姐 您好 你好 看您这敲击的速度挺快的呀 那当然了 我都是老师傅了 干这么多年的肯定快 那您预计 把这三斤杏盒都敲好的话 大约要多久呢 以我这样的速度 差不多40分钟就能完成 40分钟 对 那都不用一个小时了 对 40分钟能完成 那看一样是 您对这场比赛很有信心 对 有信心 我看他那边 40分钟完成不了 那您继续加油 好的 比赛刚开始 就围过来许多村民 大家对这一次的人机比赛 充满了兴趣 您好 你好阿姨 您是在这看这个比赛是吗 是 现在机器和人工正比着 您觉得哪边剩的 可能会大一些 我觉得哪个 挺好 哪个 人工吗 人工 为什么觉得人工会好一点 我以前做过 新货开开的工作 你为什么不相信机器呢 我没解过这个 那我们再看看看看 到底最后是谁谁说 好 好 你好师傅 您也在看比赛呢 对啊 您觉得这个机器和人工哪边剩的 可能挺大一点 我觉得机器能剩下 为什么机器 然后干活累 累的话 对啊 然后机器这个效果 你剩人剩公司 比赛继续 人工队和机器队都卯足了劲 想赢得比赛 但比赛刚开始没一会儿 机器就停下来了 你好 您这怎么 比赛一刚开始 怎么机器就停下来 哎呀 这个新核不行 开不了 有点卡住了 我得调一下 卡住 是新核的问题 还是您机器的问题 新核的问题 杏核 不都一样的吗 杏核 杏核又有这个老素的 和这个新素的杏核 不一样 老素的皮有点厚 开不动 现在手边都有工具什么 还可以吧 工具都怎么好了 行 我刚刚看了一下 人工那边人家速度很快 而且杏核开口的质量也很好 你觉得你这边 还有心心能够赢得还吗 等一下我修好 就能赢了它 修好之后 那您抓紧修吧 行 机器出师不力 在比赛过程中 忽略了杏核的大小 和杏核外壳的厚度 导致比赛开始没多久 就因为杏核卡住 无法运转 而自己 比赛过程中的经验 向机器 把其猛烈进攻 加油 加油 加了多少了 不少了 加肉干 那边那个机器出不少了 咱们对 我操它一下 好的 没问题 一定会操我它了 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 人工师傅 却放慢了速度 姐 您这敲的挺多呀 这敲了多少了呀 这个差不多 敲了三分之二了 剩下这些完成的话 还有多长时间呢 大概还得十几分钟吧 十几分钟就完成比赛了 但是我感觉 您这敲的速度 不如我上起来的时候快了呀 您这都干了这么长时间了 快一个小时了 一直在这扎不停的 手也酸 腰也疼的 中间都没休息过 没有休息过 肯定有点累了 挺辛苦的 人工师傅这边 明显有些体力不支 但修好机器的 古师傅这边 却开始脊椎猛感 有赶超的势头 您这边机器是修好了吗 修好了 刚刚开始运作了已经 现在杏盒开了多少了 开了有一半了 一半了 也就是一斤半了 那速度还行 速度还行 但是我刚刚从 人工那边过来 人家那个 已经开了三分之二了 而且质量也不错 我这个机器刚才有的小毛病 现在修好了 一会儿就能赶上它 咱们这个质感也挺好的 有信心 有信心 好 那您就继续加油 加油 比赛越来越激烈 就在这时 梁师傅却突然叫停了比赛 梁师傅 梁师傅 梁盒子都扎碎了 这怎么使用 我没法用了 你看这个梁盒子全碎了 碎的碎不行 这个都扎了 梁师傅 梁师傅 这个你这个信河 这个信河有皮薄的 有皮厚的 这个不坏我这个机器 皮厚的开不开 这跟我机器没关系 梁盒子都挺好 你这个杂子就 开的开不开的不开 你看有扎的 全有碎的 这样不行 拿走 我还得挑一遍 再叫工人怎么挑啊 不行 扎长了 坏了坏了 拿走 不要不要 请梁师傅 那我回去再改进改进吧 拿走 拿走 机器这边状况连连 问题不断 现在直接被梁师傅 喊停了比赛 机器开出的信河 出现被压碎 和开不了口的问题 同时 由于只有一个出口 开口失败的信河 会和开口成功的信河 混在一起 导致根本没法使用 失望的谷师傅 只好将机器拉回家 回家后的谷建材 沉下心来研究 看到废寝忘食 研究机器的弟弟 谷建材的姐姐 也渐渐明白了 他执着研究机器的初衷 乡亲们 给信河开口 着实辛苦 谷建材也只是想 在信河开口上 帮助乡亲们 但是 该如何解决 机器遇到的 这两个难题呢 家里的声控感应灯 引起了谷建材的注意 有声音时 声控灯才会亮起来 而信河开口成功时 也会有声音 那信河开口时 出现的清脆的响声 就是区分信河 是否被开口的 一个重要区别点 谷建材有了思路 很快 他改建好了 第三代机器 这个就是您新改建的机器吗 这跟您上一代机器 没什么区别 一个样子呀 你看 斗子变大了 现在 你看这个斗子大了 还有别的区别吗 别的就没了 那么以前的上次 那个二代机器 不是开口和不开口的 扩充率高 封不开吗 现在 现在有一个 有两个通道 开的就掉到这个桶里面 开的开的就掉到那个桶里 谷建材将声控灯的原理 巧妙地用到了机器中 通过信河开口时 清脆的响声 来判断 信河开口是否成功 新改建的机器 在上一代机器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调整信河宽度的调节器 根据信河不同的宽度 进行手动调节 同时 在调节器的旁边 增加了感应器 机器通过信河开口时的声音 来感应信河 是否被开口 并增加了两个信河的运输通道 开口成功的信河 从一个通道中输送出来 开口不成功的 从另外一个通道中输送出来 开口不成功的信河 调整完调节器 可以再次倒入机器 进行二次开口 机器中的调节器 能按照信河的不同宽度 手动调节后 从大到小 依次开口 调节器可以增大 挤压装置的宽度 这样就避免了 信河个头过大 而被加碎的问题 同时 机器中增加的感应器 通过信河开口的清脆声 能够感应到 信河是否被开口 如果信河宽度过小 导致开口失败 调节器可以缩小 信河挤压的宽度 然后将信河再次放入机器 进行二次开口 这样也就不会再出现 信河个头太小 无法开口的问题 谷师傅 我这次带了些石子 来给您做测试 您不是说您改进好了吗 然后按您这个机器的原理的话 这个石子它肯定是开不了口 对 它开不了口 肯定就会掉到 你开口不成功的通道 对 咱们试试这个能不能掉进去 如果掉进去的话 说明这个机器设计的原理 是合理的 行 好吧 它会掉到哪个桶里 掉到这个桶里边 这个桶里 那我应该是粘这边 对 再来换一下位置 对 您把这个小石子往里面放 我在下面接 看看它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对 坚硬的石子 肯定不会被开口成功 那机器能够将石子 从开口不成功的通道中 输送出来吗 我先放你在下面接 好 下来一颗了 两颗 现在已经感觉掉下来几颗了 看 下面已经掉下来好几颗了 好了可以停了 看 这是这几颗掉下来的那个石子 说明这个是没法开口的 然后从这个通道里面完全掉下来了 对了 这声明机器改的还可以 石子测试成功了 但石子代替不了杏核 那真正的杏核 还能经得住 心机器的考验吗 那咱们再试试咱们的杏核效果怎么样 行 从这里面 随便拿十颗 行行 拿十颗杏核 七八九十 您在这上面放吧 还是您在上面放 我在下面接 行 可以吗 然后我看看它 什么能 开得起来 好 掉了一颗了 好来先停一下 我现在是接了三颗 是从那个开壳成功的 这个通道里面出来的杏核 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三颗 这个开得刚刚好 第二颗来看一下 第二颗有个 这个也开壳成功了 第三颗 这个开壳都是成功的 而且大小都一样 好 把这三颗先放下 我再接那个不成功的那个 看看能 效果到底怎么样 这几颗开得都很好呀 这个是没开开的 好嘞 停 停 我这边又接了三颗 好 这有没有开开 嗯 第二颗呢 第二颗 圆面开开 嗯 嗯 第三颗 圆面开开 嗯 你看这三颗 都是没有开壳成功的 嗯 而且掉的那个通道也是 没有开壳的那个通道里面 对对啊 说明这三颗是符合您这个机器的原理的 嗯 那这三颗没有开壳成功 它之后怎么办呢 再从第二次加工 第二次加工需要调节什么东西吗 需要把这个地方调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直径太大了 然后把它拧松把它往前推点 然后就行了 往前推一点 嗯 让它的直径稍微小一点 哦 意思 意思这三颗信合是它的直径太小了 对对对 夹不到所以直接落下去了 嗯嗯 咱们调一下直径就可以 开壳不成功信合 在调节器调整完信合宽度后 第二次开壳也成功了 那咱们测试也成功了 咱们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一下梁师傅呢 那必须得告诉大家 告诉他 还要找他比赛去 你还想找人家比赛 测试成功的谷师傅 对机器很有信心 现在的他急需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于是他带着机器 再一次找到了梁师傅 哎梁师傅 我又来了 嗯慢点慢点 走走走 来梁师傅 咱们又拿过来了 他说他机器改好了 改好了 过来自己比赛了 到底行不行 上一次把我的杂魄那些都坏了 这次行了 绝对行了 行不行 行了 你看这次可不行 我就不管了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了 那咱们怎么比赛呢 咱们这边 有了的辛苦 咱们比一下 看看随着开得又好又快 行行 你要是比过我去 你这机器就成功 比不过去 下次也不跟你比了 就最后一次了梁师傅 就这样 咱们就一个小时 看谁开得多 对 然后质量也好 行 好 双方准备一下 好 梁师傅一次机会 双方这次打算 在梁师傅的店门口 进行一场终极较量 咱们双方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梁师傅 您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行 我从咱们炒的 打出了的 砸幸福最好的 我这试一试喝的 砸幸福砸的最好的呀 对 那个 这个姐姐我见过 上次您比赛的时候 还来参加了 感觉上次砸的还可以吧 这次再喝了比赛 我相信我能赞送他 信息很足呀 对 大哥您这个是做 这个幸福开口 做了多少时间 我做了那个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对对 那也经验比较丰富了 还可以吧 有信心吗 有信心 可以是吧 可以 行 谷师傅 人家这边找了两位 经验比较丰富的师傅 来对战您 您还有信心 能赞送他们呢 有 两个能 四个能量没问题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 听我口令 好 比赛 开始 好 开始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双方都很快 投入到工作中 人工队的师傅 都是很有经验的老手 记忆十分娴熟 机器队这边 也展现了非常快的速度 这火热的场面 也吸引了不少 围观的群众 这两边比赛呢 您觉得这个机器怎么样 和员工比的 我现在现在看不出来 现在高开 看不出来 它这个是快什么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您见过这个机器开这个星球吗 没有 第一次选 你好 看您在这边看星球开口呢 您觉得这边怎么样呀 挺好的 这人工开的 你觉得和机器比的话 哪边好一些 应该机器好一点 为什么觉得机器好呀 应该下代的话 我们应该机器好 那您平时吃的都是 人工开的还是机器开的呀 以前都是人工开的 都是人工开的 您工开的 您也在看这个星球开口呀 这两边比赛呢 觉得哪边会赢呀 我觉得还是人工会赢的 为什么觉得人工会赢的 这么多年呢 还没有见过这个机器开这个幸福 您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机器开的 对对对 多少年了 我们就是都是人工手 就像这样 人工一个一个的扎开的 敲开 嗯敲开 所以还比较相信这边 对 觉得它机器那个 机器那个力度 不会把握的像这个 人工这个口 开的这个 你看 感觉是应该机器 不会像人工这么把握的 这么准 是吧 对 是这个大小看的 感觉开的还不错 对 人工这个口 你看 开就开 也不知道 对机器还没有什么信心 开了没 你看 这不就开了 开了 您觉得这个开得怎么样 还行呗 那么这个什么小哥 嗯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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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给你炸去扣 嗯 炸去扣去 最脆的 咱们的话能炸得了这个 能吃一个 你看 能吃 你尝尝 能吃一个 嗯 吃一个 嗯 这么黑了 比赛继续 双方你追我赶 谁也不让着谁 就在双方比赛焦灼的时候 机器队这边 却又不见了问题 来 进口同事 你看 他那姓和尔又睡了 这怎么 不是修好了 怎么睡了都 那姓和怎么会睡掉呢 哎 梁思宝这个 你那个姓和个头太大了 我调一下就好了 个头的原因 哎 对了 好 那您这一条 这次跟咱机器没关系 你调一下就好了 那咱去看看吧 哎 哎 师傅 我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咱们 咱们 它这机器下跃得快了 咱们 咱们 你放到砍射了 快 开 好 测试时好好的机器 在比赛中 再一次发现了问题 这机器还能继续吗 就在古剑才为机器比赛着急时 她的姐姐 却来到了比赛现场 哎 你好 您好 您今天怎么也过来了 今天不是我看到她 把机器搬的震上来了吗 看到她工具什么都没带 然后完了给她送给了 我记得上次您 特别不支持她研发这个机器 今天怎么感觉还过来帮忙 那今天她现在不是做的差不多了吗 那还是希望她能赢呗 希望她能赢得比赛是吧 对对对 机器在比赛中再一次出现问题 人工师傅们也是趁机追赶 想在第一时间赢得比赛 师傅 看您这敲心盒速度敲得很快呀 还可以吧 感觉这么一会就开了这么多了 对对对 您今天跟机器那边比赛 有心情能赢过她们吗 有心情总能赢过她姐 总能赢过她姐 对 您一个小时预计能开多少呀 我平常那个也许是二斤的吧 二斤多吧 对 现在呢 现在和那个机器比修多修的 三斤多吧 时间过去二十分钟了 人工师傅们依旧稳稳地敲着信盒 速度一直很快 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机器对这边也不甘示弱 古师傅快马加鞭修着机器 很快机器也能运转了 现在是已经开了多少了呀 差不多开了一斤多了吧 一斤多 这才过去二十分钟就开了一斤多了 对 那您觉得 您这次和机器比有信心吗 有信心 我看她们一边 速度也不是很快的 您觉得她们能开多少 二十分钟的话 她们开我们一半就不错了吧 开您一半就不错 对 行 看您信心挺直 那您继续加油 好的 您机器修好了这是 修好了 看到出信盒已经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行 刚刚是出了什么问题 突然就不能运转了 刚才这个信盒太大了 然后把它那个开口的直径 调了一点 现在好了 调大的时候就没问题了 对对 刚才直径有点小 现在调大了 行 他们那边我刚刚去了 人家二十分钟 就开了一进度的信盒了 您这边有加油呀 加油快了 你看吧 咱们有开了 有开了 比他们不走 比他们肯定有多 调整完的机器工作很顺畅 工作效率明显提升 卯足了劲 要赶超人工队 这时 记者找来几个个头较大的信盒 来试验下机器的改进效果 那咱们来试一下 咱这几颗大的这个信盒 用您机器去开 看看能不能开口成功 行 可别再压迫了 来试一下吧 来试一下吧 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吗 放进来了 出来了已经是吧 看一下 这个没有开破 没有开破 这个是刚刚开口的那个 这个是开开的 开开的那个大小口还感觉刚刚好 刚刚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加上炎热的天气影响 人工师傅这边工作起来 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姐姐我看您这速度不如刚才上次来的速度快了呀 这都敲了半个多小时了 所以算幼儿疼得有点累了 现在累了呀 那您还能坚持得住吗 能坚持 可以坚持 好可以坚持吧 师傅我觉得您这速度也不如刚才快了 有点累吧 机器懂得累 人有点累呀 机器不会累你累 那您也得坚持 那您也得坚持 这还是赛呢 坚持 对的坚持 可以吧 可以 行 再坚持加工吧 好好好 古师傅 看着您这机器这现在速度挺快的呀 现在已经慢慢地转超级了 现在已经就稳定性特别好了 稳定性特别好了 现在应该就他们那边已经多了 现在都已经比他们开的多了 您这边有敲了多少了 敲了有二斤多了应该 二斤多了 比那边要多吗 你觉得 多 比那边多 比赛过去四十分钟了 机器开足马力全力争胜 人工队为了比赛 也是接连工作四十分钟 依旧奋力坚持着 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分钟 您敲了有多少了呀 二斤左右吧 二斤左右 差不多二斤左右 那速度还可以啊 还行吧 师傅 那您现在是敲了多少的呀 现在敲了个 给我一斤多吧 一斤多啊 那还行 那您再坚持会儿 接着后再比赛 好 人工师傅们的速度 越来越慢 一旁观战的梁师傅 按捺不住了 那边加油 人家那个机器啊 咱们现在减车减了 你咱们快了 好 好的 没问题 好 我们加油 来 用这一点 好好 加油 加油 我们加油 能去引过机器去 对对 滑点滑点 我们超过机器 对对对 随着人工的体力下降 机器在速度上 逐渐占据了优势 边比赛 还边给记者介绍起 自己的机器 丝毫不将人工队 放在眼里 师傅 您现在开了多少了 开了三斤多了 三斤多了 速度挺快的呀 现在慢慢就 一赶超它们了 这个是开好的 这个是开口的 你看 这个都是开了的 这个开壳成功的 对对 这个是开壳成功的 这个是没有开开的 那没有开开的一会儿 你还在道路 再重新跑一点 在道路 再重新开第二次就好了 看您这个样子 很有吸气 有过他们的 有 肯定有 这比这 才见一个小时 要比三个小时 更应该力 是啊 比赛越久会 越厉害 比赛逐渐接近尾声 人工队也鼓起了 最后的力量 全力以赴 而由于体力的下降 速度还是变慢了不少 而机器这边却很稳定 在速度上 也确实有优势 很快 比赛进入倒计时了 大家加油 还剩下最后五秒钟的时间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师傅们都停了 古师傅把机器关一下 咱们人工这边也停了 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咱们把 咱们刚刚开的信号 收一下 咱们上下秤 看看这个 哪边开的那个质量 那个速度多 然后质量好 来咱撑一下 现在是2.3 这个是公斤是吧 这是四斤六两 好嘞 四斤六两 来看您这边了 来看您这边 是1.9 三斤八两 还不到四斤 这还是有点差距的 能看出 古师傅这边 这个重量上比您 这个是多一些 说明翘的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来咱们再 再放一起吧 看看质量怎么样 来 古师傅把您的也放在这 这是机器的 这是人工的 来那个梁师傅 你也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两边的质量怎么样 看一下 我看这个机器的 比咱们这个手工的 多少好一点吧 机器的好一点 它这个破松率 少 咱们这个破松率要高一点 总体觉得还是它这边好一些 对 机器枪上 上镜 人工 像这样 看不如这个机器了 机器好 机器好呢 行 来咱们就来幸福一下比赛结果吧 来 古师傅 通过这个比赛 您认可它的机器吗 认可 认可 这两个速度哪 也好一些 这个机器好 机器好呢 对对对 幸福口福了 幸福口福 比少一次呢 敲 最后就整好 少一会 咱们不行 这样醉就行了 最后行了吧 高兴了 成功 下载啊 人工该省这了 不用人了 因为你的机器 机器行 高兴吗 高兴啊 行 那我们恭喜一下 古师傅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鼓励一下吧 好 好 古建才发明的信和开口机 经过了三代的改进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首先取代了人工繁琐的信和开口工作 操作简单高效 第二 信和的开口度大小一致 品相好 利于销售 获得了梁师傅的认可 发明人制作的信和开口器呢 解决了传统的人工信和开口的 这个费时费力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加工机械 同时呢 目前这个信和开口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原料的这个尺寸 差异比较大的话 那么它开口的成功率比较低 我们建议发明人呢 在这个开口的这个装置里面呢 增加一些对这个信和的尺寸的一些感知 和这个定位的一些机构 能够适应不同尺寸的信和的开口的 这个问题 来去提高开口的成功率 提高整个设备的生产效率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子熙老师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技奥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交通事故马路平线 自动刹车系统能否减少灾难重演 当意外发生 人和机器究竟哪一个反应更快 不同速度 山路危随跑车 重载大客车 能否通过终极测试 敬请收看 外发明 制动 新势力